平山小盆菜炆豬肉自講究 潮流興食盆菜 喜慶、飲宴、團煉飯都可以試試 包括一個小盆菜的平山狗伯 狗伯就是圍村的狗大鬼 平山盆菜老闆鄧聯興、聯哥華 小盆菜包括大盆菜內的五款材料 當中藍魚炆豬肉就最講究 豬肉最緊要有些配料 小回八角打碎它 雜菜、薑、片糖 然後就爆香它 爆香材料之後 可以加紅豉油和豬肉一起炒 聯哥一炒就60斤了 真是少點力都不行 炒到豬肉有少少上色 就可以加半碗的水飯 再炒兩炒 就可以蓋上蓋炆50分鐘 豬肉加蒜頭、洋蔥和蒜仔 再加南乳和麵豉 拌勻 然後關火蓋上蓋子 再焗50分鐘 準備好豬肉就可以打盤了 最底層是蘿蔔 然後是豬皮 然後是枝竹 和自發土油 最後是豬肉 一餐傳統萬宴 既有舞獅表演 又可以吃到美味的盆菜 看看連小朋友都樂在其中了